首先我们先把针头安装 这里有一个卡槽 把它对应的卡下去 这样子把它卡紧 然后这里有个滑轮 滑轮这里有一个接口 把它对应的对准这里 然后把它安装上去 再把针头安装上去 针头这里有一个紧锁器 我们正常的话是刻度槽上的 然后把它拧紧 然后再把对应的一个接口 把它接紧针头的接口 现在枪安装完毕 我们回归一下界面 这个是一个速度的调节 第一个是速度 速度的话是按中间这两个键 这个是一个增加 这个是一个减少 然后这个是选择键 我们跳到第二个选项是计量 计量的调节也是中间这两个键 这个是增加 这个是减少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语言的一个选择 我们不用去转发 都是英文 这个是一个开始跟暂停键 当这里变成红色的话 就是暂停的 我们把它按一下 变成绿色的状态就可以了 枪就可以打动 第三个这里 第一排这里是一个前进后退键 就是我们一个助推器这里的 这个是后退 这个是前进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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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